兩年多前,有一群美國爸爸驚訝 我家的小孩搶起話來,怎麼突然變成英國腔了? 他們不能理解,明明是 Tomato 為什麼卻要學英國人在那邊講 Tomato 仔細想想才發現,可能是因為他們看太多配配豬了 嗯,這可能就像是有些人 剛看完中國公鬥劇那陣子,就會開始講中國腔嗎? 不過,針對這個配配豬效應,語言專家認為 一個人的口音會不會整個改變 主要還是要得看現實生活的周到環境 如果會對小朋友說英國腔的,是有電視上的配配豬 但他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人,都還是用美國腔的話 為了融入大家,小朋友還是會漸漸改回 跟大家一樣的說話模式 相反的,如果他同學也都被配配豬影響 那或許這些小朋友也是有可能 都會開始用英國腔講話 那說到這裡,這邊有個視頻很牛逼啊! 想測試看看,看完之後大家會不會有中國腔 你可以試試看啊! 第二,第二,第二... 第二...